早上就很久 欢迎加入中天新闻 我是林佳元 首先带你看到就是 震惊社会的新竹 陈姓保姆 涉嫌照顾婴儿不周 导致两名女婴接连死亡 家属之一 小孩死因不单纯 利用隐情 只不过陈姓保姆 过去在网络上标榜 都是正照保姆 和优质的育婴环境 广受百里阶级袭案 女婴死因呢 还有待三号解剖遗体来厘清 而陈姓保姆和大儿子 凌晨一点半 在不具名有缘的协助之下 焦保离开法院 凌晨一点半 市议员振振钱拿着厚厚一叠钞票 来替陈姓保姆办理焦保 就是有个民众 因为他基本上他也觉得 他们其实是家庭 其实还蛮落实的 所以他愿意出这个焦保的费用 那就请我来帮忙 因为他提供了多少钱 就二十万 焦保过程一波三折 从二号下午一点 检方裁定陈姓保姆和大儿子 以十万元交保 但直到晚上八点半 都筹不出宝费 检方分别裁定收押和限制住居 但到了三号凌晨一点半 市议员振振钱 就拿着善心人士的二十万 来替母子交保 我感谢这个 传心保姆 外形清秀 曾有两段婚姻 接受职讯 取得秉级技术式保姆证照 以每月两万五千元租金 在竹北高级住宅区 租下新大楼公寓 上网标榜自己是证照保姆 而且强调育婴环境优质 不断设备全新 还有独立婴儿房 运用行销手法吸引目光 即使收费并不便宜 但还是受到中高阶白领的信任和喜爱 现在发生两名女婴死亡 家属难以接受 女婴母亲孤断肠 强力质疑才七个月大的婴儿 怎么可能拿滑鼠线缠自己脖子 另一名女婴家人则怀疑 保姆为女儿吃安眠药 才导致烟奶致死 到底两名女婴为什么会接连死亡 还得等三号解剖后 才能进一步厘清 专门新闻何孟千林敏生 新竹采访报道